喔!Oh my gosh! OH! 你Shit! YOU! 來喔!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異變 我是老頭Oldman 回來方舟異變啦,各位久等了 各位久等了,老頭呢 在這個,昨天沒有發佈方舟 那在昨天這段期間 老頭稍微去研究一下 一些 方舟異變裡面的一些內容 跟資料,統整了一下 今天的拍攝內容 不然的話基本上 如果不統整拍攝內容 你要拍這種東西,就會像 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串 不僅呢 你們觀眾看了可能也會一頭霧水之外 老頭自己會浪費許多時間 所以呢 老頭今天 已經準備好今天要做些什麼了 今天沒有意外的話,我們應該要去抓那一隻 大螃蟹 他死者的名字我忘記叫什麼了 我們就直接叫他 叫他大螃蟹好了 然後呢 還要稍微就是要去那個地洞 我們上一集那個地洞 我們進去之後差點死掉 那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穿防護衣 那防護衣的部分的話 好像是在這個地方 不是 是在機床 防護衣的部分是在這個地方 他這些材料呢 我差不多都準備好了 不過比較麻煩的就是這個 忍寧瓦斯球 忍寧瓦斯球的話呢 大概的話是需要用到 用到什麼 我那個在哪裡 應該在這裡吧 瓦斯球需要用到的是這個東西 應該是在建築物 用到這個 好不好 那我們之前有在這個傳送門 應該是說我們在探勘地形的時候 我們有找到兩個 那我們就做兩個出來 好不好 做兩個出來之後呢 再把它撞上去 讓它去生產這個瓦斯寧球 直接叫它瓦斯球好了 叫瓦斯寧球怪怪的欸 好不好 那它需要什麼 紅寶石 我們上次有去採到一些紅寶石 沒錯 那我們可以至少做兩個 好不好 我們就先來做個兩個好了 兩個做完之後 把它按上去之後 等瓦斯寧球之後 我們再做個防護衣 防護衣做完 我們就可以先去洞窟裡面探險 之後再來做一下螃蟹 好 我們順便看一下這個瓦斯球呢 放進去大概是多久產生一次啊 因為畢竟只有它會掉啊 欸做好了那麼快 只有它會掉這個瓦斯球 之後那個地方會掉 那你沒有辦法從別的地方產生 就只能這樣子 不然的話怎麼辦 也只能這樣啊 不對 我們應該先帶我們 跟我們狗狗一起去 好不好 我看你要幫你取個新的名字好了 改個名字好了 你不要叫劫略者 你跟他們不一樣 好不好 我們不一樣 欸起因太高了 喔算了 你叫什麼名字 小老頭 嘿嘿嘿 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腦袋 腦袋突然想到這個 小老頭 欸小老頭 走吧 小老頭小老頭 我們去瓦斯球一號 安裝一下 應該有帶吧 我有帶那個 瓦斯球的那個抽取器吧 應該是有吧 這副劍看起來還好 還行 來 東西呢 欸 喔有啦在這裡笑一笑 有了 好我們就這樣子安上去了 它應該是過一段時間就會抽取啦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如果我不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會繼續抽取嘛 因為我印象中 方舟它的進行的模式是 人要 人要 人要到一個地方 它才會運作 那個 周圍的 周圍的那個 恐龍 還有周圍的 樹木之類的 簡單來講就是 你們看現在我 人站在這個地方嘛 那其他地方都是靜止的 喔 以人為中心 會有一個類似像是 一個圓圈的一個範圍 但是範圍多大我不曉得 但是你早走過去它才會開始動 你懂嗎 不可能整張地圖全部都在動 整張地圖全部都在動的話我告訴你 吃的資源更大 據我了解是這樣啦 所以說我不知道我離開這個地方 哇它在跑耶 它嚇跑了 呃好可怕地震 好把它配音一下 據我了解是這樣啦 但實際上是不是其實 我也忘記了 我印象中是啦 哎呀 綠寶石撿一撿 可惡怎麼沒有噴紅寶石之類的 我覺得這遊戲紅寶石其實 早前期還蠻稀有的耶 有啦抽兩顆而已啊 可以很慢 好 沒關係我們去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去瓦斯2 咱們去瓦斯2 瓦斯2這地方 我看一下 呃這裡還蠻安全的 我看一下 這種高度 峭壁 還行還行 瓦斯2 OK我們再來放一個 也是讓它慢慢抽取 其他的我都忘記在哪裡了啦 我只發現這兩個吧 其實我當初好像還有發現第三個 但是我沒有放傳送門的樣子 好像是吧 OK那這樣子剩下的時間就是我們要等待啊 等我們這個抽取完成了之後呢 抽取多一點我們做個防護衣 OK 好我們這邊稍微收集了大概 一二三四五六 大概 一百一十幾顆啊 應該是夠了吧 基本上 就這樣兩邊一直不斷的傳送啊 呵呵呵 欸說真的 這個要點多才有辦法一次收集多一點 還有就是時間 點多跟時間多啊 好不好 不然的話 你一直站在同個點收集其實很浪費時間啦 你要嘛你就是來回來回 可能一到五個瓦斯區域然後用傳送門傳送 如果沒有裝這個模組的話你會更慢收集 好不好這遊戲呢本來就是要慢慢來啊 但是因為拍攝的關係 好我們必須要加快腳步 不然的話我可能玩一整天拍不出什麼內容 好那就不太好了 我是這麼覺得啦 好不好 OK我們現在瓦斯球都放進來了 我們應該是可以直接做我們的防護了吧 一百五十一個我覺得一定夠啊 那接下來還有材料是水晶皮革跟纖維 皮革 水晶 水晶 水晶我們這邊 全部丟了 算丟一半好了 纖維 纖維在哪裡 在這裡 哇纖維就有兩千多個 怎麼還不能做 啊我沒有開啟喔難怪 等一下我們皮革不夠 皮革的話找一下我們的小老頭好了 這邊有 小老頭 給我您的皮革 你居然有五千多個 這一定要給的啊 好不然我覺得你是個小氣鬼 來 應該是可以直接做了吧 一二三四 然後我記得呢這個防護頭盔好像還可以給動物帶對不對 那我們 給動物帶一個好了 我記得我們背在肩膀上面的動物也可以帶一個 那其他的像是坐騎啊應該是不能帶啊 我不知道做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們的小老頭可不去那個地方欸 我真的不知道欸 我怕去了之後他被毒死 哈哈哈哈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帶小老頭去看看好了 因為畢竟要有他我們才有戰力啊 不知道那邊的恐龍也不知道到底要 要怎麼對付 等一下弄一弄就死掉了 是吧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穿上去長什麼樣子啊 欸 穿錯了 愛死吧 完全就是 你也知道了 超級防護衣 完全就是去那個毒氣 毒氣 把它驅逐在外啊 然後你看下面還有一個濾氣罐 讓我們方便呼吸 感覺好屌喔 呵呵呵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那個盔甲部分的那個雙翼是不是要拔下來了 有嗎有拔下來吧 有嗎 喔有有拔下來了 呀 喂 漂亮喔 那這樣子我們的 我們的那隻狗狗呢 威爾森呢 看一下我們威爾森可不可以帶啊 頭部也可以喔 那我們就帶他好了好不好 哈哈哈哈 也太可愛了吧 這樣子也行啊 那我們那隻可愛的小鹿班比咧 小鹿班比行不行啊 嘿 小鹿班比你在哪裡啊 嘿 嘿 嘿 你就是你小鹿 小鹿班比可以耶 我看一下喔 哈哈哈哈 這也太可愛了吧 啊 不過 我其實說實在的 我只知道小鹿班比可以為我們發光 就是照亮我們的光 那個路 就是周圍的光芒 可是 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驅逐那個無名 無名怪耶 因為 有觀眾留言說 無名怪他是 他是會害怕光的 他是驅光的 但是 大家好像都比較習慣帶 燈泡獸 欸 燈泡拳啊 因為燈泡拳的光好像才有辦法驅逐那些無名獸啊 不然 無名怪啊 不然的話 我這樣一直被無名怪攻擊 還是會 會被圍死啊 對不對 所以說我還是帶你好不好 我們帶你走好了 我在想說要不要一次再跳到底啊 跟之前一樣 還是說我們 慢慢的往下走 好不好 慢慢的往下走的話 欸據說這個礦石是 新的礦石是不是 欸不對啊 這只是純金屬啊 怎麼有人跟我講說這種有紋路的礦石 他是可以獲得 獲得一個新的資源啊 還是說不是這個東西 靠北又有斑龍 哇 好險他是咬他 沒關係 這隻獲得金屬而已嘛 沒關係 我們繼續走 我們看到哪邊可以走 我覺得我們就直接大膽一點往那邊跳算了 欸那邊有一隻 那是斑龍 對不對 會隱形對不對 我們剛剛照到他了 在哪裡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他隱形 有沒有在那邊 顏龍啦 斑龍我在說啥 顏龍啊 基本上顏龍是沒有辦法馴服的 他是要去偷蛋 他跟飛龍一樣 要偷蛋 然後呢 這隻是公的還是母的啊 野生的雄性 而且還要一樣跟以前的飛龍一樣餵母奶 其實還蠻麻煩的 還好我們有防護裝吧 不對啊 扣血的是他還是我啊 欸連我都扣了欸 這防護裝到底有沒有用啊 這防護裝到底有沒有用啊 我們在扣血啦 唉 是稍微能做抵抗但是抵抗的不多是吧 好吧其實我也不懂欸 嘿嘿嘿 還是說剛剛那邊是輻射地帶會扣血是正常的啊 好不好如果是這樣子我也沒辦法了 好不好 我們盡可能跳 齁齁齁齁 欸 他居然不會受傷 這麼酷喔 鹽龍在那邊 多少滴血啊 我們要不要直接跟他單挑 多少滴 這是母的欸 母的可以拿那個龍奶嘛對不對 維尊了欸 那我們母的就不要殺啦 喔呦地震了又夭壽喔 哇那個什麼東西 唉唉唉唉唉唷 追尋者 哇 哇 哇 什麼鬼 這個還會怎樣 雖然不會怎樣的樣子 哇 一群斑龍跟追尋者 哇 毒蟹 快跑 哇 哇 我被抓起來了 我要死了 救命 救命 啊 這邊有石油欸 哇 這麼深層的地方有石油 多採一點啦 水喔 哇 能多採就多採 無名怪 無名怪應該是不會上來 我們有燈光 呀 紅寶石 太好啦 再多採一點 採一採把它帶回家 nice 這個應該沒意外是珍珠吧 欸 居然是黑珍珠 哇 這個水不能跳下去啊 跳下去會死人啊 那這個礦石呢 還是金屬啊 不是我們所說那個特殊金屬 特殊礦物啊 完了 快撐不了多久了 快點 我們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那個特殊礦物怎麼都敲不出來啊 說會有一個奇怪的紋路的光芒 在那個洞窟 剛剛我們那個上方看到明明就很像是啊 但是為什麼敲不出來呢 然後這感覺像是遺跡殘骸 這好危險喔 欸 我們家這隻真的快往生了 還是我們敲一敲這個 這可以敲嗎 不行不行 哇 能看到閻龍在牆壁攀爬啊 喝點水 喝水時間 然後吃點肉 餓了餓了 快點快點快 黑珍珠 什麼聲音 不要嚇我啊 不要嚇我了 不要嚇我了 黑鑰匙 喔 這邊就有黑鑰匙 多採一點黑鑰匙啊 他這個是什麼符號 我不曉得 不過我只知道我們現在還可以撐很久 多撐一點 再幫我撐十秒 我們家的狗是快掛了 看他的血量 六百多滴喔 感覺小命不飽了 還是我把他帶回家好了 我們先把他叫回去 感覺會比較好一點吧 不然真的要死了欸 算了 先把你叫回去好了 這也實在太危險了 剩下就交給我自己了 不用擔心我的小老頭 莫擔心 我會好好的過的 這邊炎龍太多了吧 我會不會死啊 阿娘喂 怕怕得 為什麼過不去 勾住了 這要怎麼過啊 這麼多炎龍在那裡欸 還是我們直接往上爬就好了 可能那邊有一隻 睡得到嗎 想太多了 喔 喔 Oh my gosh Holy shit 來喔 啊 啊 啊 救命 救我 救我喔 還是先跑好啦 先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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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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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白我燈泡全死了啦 唉呀 死吧 倒倒在抓一隻新的威爾森了 威爾森死了 快點 船走我 呀 沒有成功 喔 哈囉 各位兄弟們 我們接下來呢 準備要抓巨蟹怪了齁 那今天這一集巨蟹怪的話 會不會抓得到 我就不曉得了 我是看網路上 國外有一個 實況主喔 他的抓法是 開一棟 小小的平台 來抓取這隻巨蟹怪 然後他用的 不是用炮火 他不是用火炮喔 就是 他不是用那種很像 海盜船的那種火炮 因為海盜船的火炮 然後傷害太高了 會直接把他給炸死 他是用投石機 那我材料 基本上我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就只差建築了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地區 是有看到兩隻啦 那這兩隻 應該是有辦法抓得到啦 如果沒意外的話 比較麻煩的是 周遭會生出很多 主動攻擊的恐龍 好不好 我必須把他們全部殺掉 不然等一下 真的是很難對付阿 你在跑什麼東西阿 算了 我覺得他等一下又會回來咬我 麻煩欸 你看那邊在跑 跑什麼東西 很會是不是 唉呀 該死 不要再煩我了 其實是我在煩他 哈哈哈哈 好啦我覺得我應該在這邊 開始先蓋了喔 這個距離應該是有辦法把他們引過來阿 引一隻就好 我們不要引太多 好不好 我們稍微就是 在這邊蓋應該會比較好一點吧 好 好的我們基本上也差不多快要落成了齁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大概長什麼樣子 基本上呢我蓋這個算是蠻簡陋的阿 但是呢這是可以很輕鬆輕而易舉的抓這個巨蟹獸阿 如果一個人玩的話這樣抓反而會比較好一點 待會呢這個巨蟹獸會衝進來 那衝進來之前我會先放一根柱子在這個地方給他 讓他 讓他攻擊這個柱子 當他攻擊這個柱子之後 唉我是不是蓋的有點稍微近了點阿 我在想要不要把這個弄遠一點阿 會不會要直接衝過來打我 我不知道唉 呃 沒關係 如果他在這邊咬的話 基本上我應該是可以從他後面 然後再蓋兩個建築物吧 把他擋住 不要讓他攻擊 好不好 或者是說你想要蓋長一點也是可以啦 我覺得以防萬一 我這個地方還是稍微擋一下好了 就怕他走出去你知道嗎 很需要擋 OK 然後我也快沒材料了 好了 他進來打柱子之後呢 我會在這後面再蓋兩個 把他給卡在裡面 卡在裡面之後 應該就會比較好抓 因為 我們要讓這個石柱當誘餌嘛 他會攻擊這個石柱嘛 那他攻擊這個石柱之後呢 我們趕快去後門把那個後門補下來 因為如果他快要暈倒的話 他快要暈倒的話 他會逃跑 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好不好 然後呢這個需要這個彈藥嘛 這個彈藥是要30個石頭跟金屬塊 好我們已經有了 我們這個金屬塊在這邊 然後還有石頭 我們可以先做一 我們可以先多做幾個啦 好不好 我們先多做幾個做好做滿 待會準備就 準備就要馴服他了 然後我們剛剛看後面這邊有一隻巨蟹獸 越跑越遠 我看一下這叫我去哪裡了 我剛剛看到他在那邊大肆虐殺呢 我看見他在那個地方 我們可以先不要理他好了 我記得河岸上好像還有一隻的樣子 我們先設法就是 用吸引河岸上的那一隻好了 這是我的獵物阿良龍 快快快快快 他來追我 他來追我了 他目標是我吧 果然是我 好我們把他吸引過來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不要放棄希望 你行的巨蟹獸 你行的 巨蟹獸你可以的 相信你自己巨蟹獸 靠別我跑掉了 來來來來來 他走了 不要在那邊靠星尾阿 他被咬了 把星尾咬死 你的目標是我 快過來 他想幹嘛 我靠得你很近喔 咬我快點 哈囉 哈囉 excuse me excuse me 我怎麼突然覺得好困難阿 怎麼跟我計畫中的不一樣勒 excuse me 我放棄了 我突然覺得我這個製作捕捉神器蓋太遠了 真的有點遠耶 可是剛剛明明在蓋之前這邊還很多隻的 怎麼全部都跑到那邊去阿 來 Look me先掰 請你看著我先掰 我們快成功了先掰 先掰 不要吝嗇先掰 先掰 請你咬這裡先掰 先掰 我靠太近了阿 先掰 把你關起來 先掰 你不能出去了 先掰 我成功了嗎 等一下我這個做法會不會有點太差 差強了 靠北他出去了 他怎麼出去了 這叫我怎麼出去了 請你告訴我 肩膀 有暈到嗎 貌似沒有 欸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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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沒問題的 沒暈到頭阿 還打哪裡阿 幹這個要死了 好了先把這隻弄死好了 我覺得他這個暈是要一段時間的樣子 他在打哪一隻 我覺得我們就抓到這隻好了好不好 我們先把他拆除 再把他引進來一次好了 來 咬我這個小壞捏 看見了沒有 好吃的喔 來這邊 Look at me 快點乖乖的 有了 他怎麼不打柱子呢 我柱子都給你了 哇 哇他把我抓起來咬欸 有點誇張喔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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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gative 我絕對不會再讓你出去的 你休想 你要出來了嗎 他是不是卡住了 媽的 我絕對把你給卡在這裡 你別給我出去 你休想出去 最好是別給我出去喔 你永遠就被困在這裡好了 你就是我的了 你知道嗎 靠北 媽的 受不了欸 好 醒來了 YA 成功 可是要打到頭有點困難 必須要讓他停在那裡才行啊 怎麼辦 這個真的是有點難欸 你不要動啊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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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功 再一次 再一個再一個再一個 快沒有失敗 剛才快死了 不能死阿 先擺 YA YA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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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我們需要白狗 不要那麼早醒來阿 大哥 抓你抓的好苦喔 來點白狗 快點 這時候就要用魔組的東西讓他迅速餓 快速的餓 白狗不夠阿 喔 又踩到 阿 吸吧 我中間真的會掛掉 都被這個東西給害死 哎呀 別鬧啦 來來來來來 你應該吃 你可以吃這個吧 有有 他怎麼都吃 有了有了有了 他都吃 他都吃 扎實性的 還是我可以吃個大腿肉也是可以阿 喔 終於抓到手了 太讚啦 才是太棒了 等一下我們要做他的鞍 做他的鞍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玩一下了 好爽喔 就是這個 做出來囉 太棒了 我等一下我們來騎看看 來 我們有大型螃蟹可以玩了 喔 他還有實裝這樣子 先稍微用一下負重齁 不然騎上去他負重就不好了 大閘蟹哥 還是稍微有點負重 點一下 幫忙點一下攻擊力 哇 陸克 哇 這麼恐怖 其實他的這個臉看起來很噁心 那是蜘蛛跟螃蟹的綜合體耶 他是蜘蛛跟螃蟹的綜合體耶 右鍵 左鍵跟右鍵 左鍵跟右鍵一起按的話他會雙拍 然後左鍵就是左邊 右鍵就是右邊 好屌喔 雙拍 雙拍傷害比較高 然後C鍵是什麼 沒功能 他不是有一招跳很高的嗎 喔 這裡 空白鍵按住 喔 會撲耶 按住空白鍵 哇 有點久 他會跳 可是他的跳好像 沒有傷害是吧 我們再抓一次好了 我們抓這隻巨蟹 嗚呼 天降甘鈴 沒傷害 攻擊 我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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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嫩 那C鍵到底是可以幹嘛啦 我們找這隻來試試看好了 嗯 C鍵到底是幹嘛啦 把人抓起來嗎 不過我覺得他這樣跳其實有點慢耶 這個動作 不是很好耶 慢慢的 C鍵 C鍵好像是把恐龍推飛 是不是 感覺好像沒什麼太大的用處 咧 他好像沒其他功能了 是不是 喔 左鍵跟右鍵按住 可以抓東西 我可以抓這個魚 抓得到嗎 魚抓不到 我們來試個抓別的好不好 前面又有東西可以讓我們試的 就是那隻燈泡犬 我已經找到你了 按住左鍵跟右鍵可以用錢子抓 沒有 哇 好屌喔 那我可以左邊一個右邊一個這樣子 那可以帶 用夾子把他們帶回家耶 好好玩喔 那我可不可以夾自己的恐龍 好像也可以的樣子耶 C鍵的話呢 欸我說真的我不知道C鍵是幹嘛的耶 好像只是挑釁而已耶 然後跳起來也沒傷害 這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咱們那個巨蟹獸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應該叫巨蟹怪 巨蟹怪 我跟你講啦 這這麼大一隻螃蟹煮熟來吃喔 這應該可以吃一年以上了吧 可是我覺得還沒有全部吃完它就壞掉了 你看這個夾殼 看起來不錯吧 終於 終於結束了今天這一集 耗時我實在非常 非常大的工程啦 如果你們想抓這隻螃蟹呢 就參考我的做法吧 好不好 多人的話就比較不一樣 多人可以用誘導的方式 但是一個人就只能這麼做 我就跟以前一樣差不多啦 好不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有個訂閱 右下角有個喜歡壞小朋友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易變再見了 掰掰